CAMO Trophy 月夜賽迷在 1998 年完結了嗎? 為何會有這麼多 Defender 還看著走路呢? 看真一點,原來是遙控無形車 它的象徵度簡直可以說是多亂真 遙控無形車一直在香港有不少粉絲 這些可以攤山攝水的 Defender 遙控無形車 就在這一兩年才興起 即使是車會會長 Gary 亦只是玩了年多 第一部 Defender 車都在二手市場買回來 最初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但玩一玩一玩又覺得不錯 後來有些車隊朋友說 不如一起組一個車會 才會慢慢成立 Gabby 說,車會剛成立時只有四個人 但在拍片及Facebook宣傳之下 會員人數短短年紀已增加至80多人 既然叫做無形車 當然要像無形那樣砌出來 車殼、車架、馬達、電池、搖功器等缺一不可 你以為他們真是鬥車,哪一部攀山攝水景? 其實他們要鬥玩像真道 可以的,自己可以改 但通常玩這輛車就不改 因為玩這輛車就不是玩它的攀爬功能 而是玩像真 如果你說我喜歡避震 我喜歡升到車高一點的 就失了真 即是你在街上不會見到 有這麼高車身的Defender 要做到像真 他們會先在網上找實物圖 然後就會跟著真車 去將本來白色的車殼噴色 為了更加像真 甚至會進行稱為舊化的裝飾步驟 加入泥塵和月夜痕跡 Garry 這一部就噴了一個多星期 但只是噴油並不足夠 車主會更加自製一些小裝飾 例如頭燈、頂架等等 甚至乎像這一部一樣 連工具、拖櫃都用人手製作出來 簡直是鬼虎神功 那一部是月夜車 總要攀山攝水 這一部近乎潛水的都能夠做到 靠的是裝上已經防水的零件 現在不同的零件非常多 但原來這個環意 還在2008年已經有了 Anthony是最早接觸Defender搖控車的人 不過當時竟然沒有人願意跟他一起玩 現在主要是三門版多 五門是沒有的 也有個別外國人 自己將兩個鞋鞋鞋 與我停電 Change 時變得五門 那時自己在家試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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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